三阳机车的市场老三地位现在面临到崩坏的危机 8月份的机车销售仅搅出不到5000辆的成绩 市占也跌破了一成 三阳表示为了建立长期健康的经销体系 宣布停止领中新中古机车为业绩灌水的做法 不惜放弃数个月销售业绩 腾出空间给经销商来出清新中古机车库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